你 Kol thing 你知道 Apparently 我刚洒到什么了吗 我刚刚冒到了 你影展的新闻哎 不愧是我们宁宁 第一次做主策画就这么成功 了不起啊身体策展人 你的层策展人已经泪瘫了 在床上躺了一天都没缓过来 虽然很心疼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建立你和颜行之的婚礼 只剩下三个月了 这么快 我就知道 要不是颜爷爷给你们定了日子 定了场地 知道你们俩这么忙下去啊 要拖到猴年马月啊 颜行之我就不说了 他成天在部队 也指望不上 等等 他找过婚礼策划了 但是我一直没空 原来你还不如他 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联系一下 去吧去吧 抓紧点啊 好好好 安琪晚上好 想跟你约个时间聊一聊婚礼的事 歇静方便吗 岑小姐 你终于忙完了 前些天还问我颜先生呢 他说要等你的影展结束 这两天刚结束 岑小姐呢 可以先想想你们的需求 比如说婚礼主题之类的 然后咱们见面具体聊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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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其实我已经有大概的想法 就是 月亮 干什么呢 你洗完澡了 明天回不对吗 灰 怎么了 没事 我们的婚礼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决定就好 都有你喜欢 别闹 我再跟他说正事 别再说 明天 月亮 我有点好奇这个月亮的故事了 那咱们明天碰个面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就把时间预留出来 岑小姐你看呢 岑小姐 还在吗 有芒芯圆柱 用芒芯圆柱 现代言情广播剧 如果月亮不报你 特别番外 你再去检查一下 营边区的布置 尤其是那个月亮的位置 千万不要歪了啊 这边呢 准备好了吗 好的就开拍了啊 好了 试一下话筒收音 喂喂喂 可以吗 没问题 三 二 一 走 你好 今天是严幸之先生和 岑小姐 陈宁小姐的婚礼 我是她们的好朋友 兼婚礼策划师安琪 那受两位新人的委托呢 我们将用镜头 为她们记录下婚礼的点点滴滴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新娘还在紧张地化妆 我们就先去采访一下 其他来宾吧 您好 我们过来做一个采访 唐先生啊 你好 那今天做伴郎 感觉怎么样啊 有点紧张 所以是不是 现在领结找不着了吗 是不是在那边啊 唐正你是猪吗 领结不就在你军装口袋里 我知道了 正采访的 你别瞎张张 这两位先生 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重光 2011年到2013年期间 和颜歌一起在特种部队服役 我叫李鸿博 曾经是颜歌队里的军医 哥几个先说着啊 我得去准备了 好 张子依 我是不是得先做个发型啊 你当兵的寸头 什么发型可做 两位也是和新郎 一起共事部的战友了 那新郎新娘这一路走来呢 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啊 印象深刻啊 有有有 昨天见的嫂子啊 我总觉得很眼熟 后来我跟老李琢磨了一天才想起来 其实我跟老李好多年前就见过嫂子 那个时候嫂子来我们部队拍摄 好 当时我负责接待 曾经 你干什么 太大了 先别看了 人出来 挺能耐的 还敢跳泥潭 还行吧 我没再夸你 怎么了 小 小 小妞了 我哪里走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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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小光 相机拿着 我送他去医务室 是 刚 刚那是复营 是啊 他们认识吗 不认识吧 咱们复营看着特别冷 其实人真的好 那是肯定的 为人民服务嘛 你放下来 我自己能走 顾营长 嗯 营长好 嗯 哥 哟 怎么了这是 摔泥潭里了 脚扭了 哪只脚 左 左脚 嗯 把鞋脱了 我自己脱了 安静 嗯 啊 肿了 不过还好 没什么大碍 擦点药就行了 谢谢您 稍等一下 突然跳泥潭干什么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好 好就早点准备 哪是你这样突然跳的 我就是突发奇想 觉得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你别生气嘛 太贵盘 注意点安全 好的 知道 三宁 脚还好吧 薛老师 我没什么事 啊 没事就好 嗯 那下午的拍摄 下午他要休息 不用不用 我可以继续的 你不能继续 呃 三宁啊 你下午就好好休息吧 我们人手都够的 啊 对不起薛老师 没事没事 那个 我们先上药吧 呃 嗨 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 但是颜哥那脾气 谁敢打听他的八卦呀 我 我是真没发现 你以为颜哥是为人民服务 甚至是为老婆服务 对不起啊 是我天真了 那两位还有没有其他话 要对我们的新人说啊 呃 就 恭喜颜哥和嫂子 修成正果 颜哥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 哈喽 邢耀 你好 你好 作为弟弟 邢耀今天也是婚礼上的大忙人了 不知道邢耀能蒙腾出一点时间 来回答一个小问题啊 啊 安心姐你说吧 我想问啊 和哥哥嫂嫂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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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啊 自从曾宁来了我们家 我的好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少 呃 为什么这么说啊 哼 我哥就俩字儿 偏心 尤其是他们在一起之后 我跟你讲 有一次我哥休假回来 大清早拉着我锻炼 十五 十六 十七 快点 十 十八 十九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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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起来 哥 哥 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呀 啊 啊 才十几个就不行了 我看你是要做一辈子的胖子 不是 你不能拿我跟你比啊 我正常做二十个 就相当于你负重做二十个 我负重也没你这样 我 我不信 你负重试试 你们在锻炼吗 你们在锻炼吗 起这么早 嗯 睡不着了 哼 当然啦 谁像你啊 天天窝家里 我跟你说不好好运动是会胖的 我跟你不一样 我吃不胖 你 是吃不胖 但不常运动 对身体不好 哦 诶 来吧 真来啊 那还能有假呀 哎呀快快快 那 那我做了 嗯 重不重 就你这点体重还担心我 开始啦 一 二 三 好无聊啊这个人 为什么行之哥哥还要配合他比赛啊 十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我撑不住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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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十三 二十四 我服气了服气了 二十五 你早就带夫妻了 非要比 哥哥 你累不累啊 你觉得呢 不是 你看他有半天累的样子吗 你应该问问我累不累啊 你需要问吗 你一看就很累 你闭嘴 好了 回去吧 不练了 嗯 在这儿待着冷不冷 还好 还好 哥 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走了 回家 我 曾宁 我哥一只手都抱得动你 你是不是连九十斤都没有啊 干嘛 哥 你这负重不到一百斤啊 无算数 我有九十斤 而且我今天穿了这么多 说不定都有一百了 你输了可真会耍赖 你这儿有一百 我是 你干什么 别醒了 瘦瘦瘦瘦瘦瘦瘦 干什么 动手动脚的 我 我试试他有没有那么重啊 你以为自己是秤吗 我可是我不是胳膊啊 多大的人了 没规没矩 不是 你刚才也抱了呀 只许周冠奉活 不许百姓碾灯啊 你再胡说一句试试 你说他们在一起了也没告诉我 我哪知道他俩的小九九啊 我就成天地得罪我哥呀 我干啥都错 不过 看在他是我哥的份上 我就原谅他了 是原谅他了 还是 根本就不是哥哥的对手啊 那个 哥 陈宁新婚快乐呀 早点给我生个小侄女 婚礼的迎宾医师呢 要在户外进行 这边是一个月亮主题的迎宾区 是我们的新娘亲自参议设计的 我看到女孩子们已经开始在迎宾区拍照了 哈喽哈喽 这里这里 你们好 姑娘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们是曾宁的大学室友 我叫陈淼 我叫大妞 大学应该是他们刚刚在一起的甜蜜期吧 那 跟你们打听一些八卦喽 八卦啊 八卦我可太多了 我想找从哪里讲起来啊 就 就他们一起上课那一次 连教授都被惊动了 对对对对 我跟你们说啊 那是我们的一节商务英语课 当时 我们坐这儿吧 上完这节课就可以回家了 嗯 哇 你们这样真的是羞啊 来接他回家 没想到来早了 没事没事 一起上课都有请教 别胡说八道 上课了 你真给我们单身狗寝室长脸 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商务合同的翻译 现在检查一下 你们对上一课的掌握情况 我们看到第五十七页 他竟然真的在听课啊 从第二段这里开始 还挺认真的 现在是我上节课讲过的内容 我的笔记没有写到哪吧 陈宁 喂 陈宁回山陈宁 杨教授 陈宁 教授问了什么 我 我也没听 你觉得这个段落怎么翻译呢 翻译 翻译 哪个段落 那个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基本协议规定的义物或有所延误 如果是由于发生该方无法控制的事件所造成的 则在此范围内 则在此范围内 不构成对本协议的违反 也不得引起任何赔偿损失的要求 哈哈哈哈 坐下吧 嗯 旁边的同学翻译得很准确呀 诶 这位同学是我们班上的吗 看着眼神啊 不是 是曾宁带来的男朋友 哦 上我的课请外援呢 我的课这么难呀 杨教授 你的课真的很难 那你们就跟曾宁一样请个外援好了 我不说你们就是了 教授 没有男朋友怎么办 小课到我办公室来 我不会了 我不会 这上课走身走得太厉害了 我平时不这样 是吗 主要一直在看你 忘了看书了 还会用这招讨扰啊 我说真的 上次我都说了 咱们语言专业 那怪我 重点在于积累 不敢 不敢就好 不过想看我的话 回家再给你好好看 现在好好听课 乖 谁要回家好多看你啊 唉 我们几是四个人 只有残宁在大学的时候脱单了 哎呀 残宁同学啊 你就替我们好好地享受享受 爱情的甜蜜吧 唉 祝你们这些可爱的女孩子 也都能早日遇见自己的幸福 那最后对我们的新娘子 说一句祝福的话吧 唉 好了 来啊 一二三 神明 新婚快乐 哇 啊 Zither Harp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 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地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共同见证一对年轻人梦想成真的时刻 我想今天到场的大家 一定是两位新人生命当中最重要 以及最挚爱的家人和朋友 所以请允许我代表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 向所有的来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和最热烈的欢迎 欢迎你们 十三年前 球场上看似的不弃而喻 或许早已是命运悄悄地安排 安排他们共同走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人的一生才多少个十三年呢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时光里 他们从来没有放开过彼此的手 直到此时此刻 直到继续奔向更漫长的余生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新郎 言行之先生登场 宁宁啊 一会儿小心着裙摆 慢慢走 没关系 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你啊 还是个小不点 跟在妈妈身后也不说话 现在都要嫁人了 幸好 果然是嫁给我们行之了 还是一家人 陈寅 干嘛突然说小时候 就是想到 终于把你好好的交给行之了 行之也一定会对你好 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对你妈妈 有交代你 陈寅 别哭别哭 你们所有人都对我很好 我知道 妈妈也知道 妈妈现在可能正看着呢 她会开心的 是是是 开心着呢 想我在说什么呀 咱们宁宁啊 真的是个大人了 以后 我也要照顾你 照顾爷爷 照顾行之哥哥 怎么能一直是小孩子呢 好孩子 去吧 你看路那头 你看路那头 行之在等你 走完这一段呢 你们还有未来更长更长的路 牵好她的手 这辈子啊 就这么稳稳当当地走下去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此刻 灯光暗带下去 我们身处黑暗 就像在 无星无月的夜晚 曾经 有一个女孩 她说 她来自 没有月亮的世界 永远在夜色中 孤独行走 可有天 那个世界 突然被照亮 因为 一轮月亮 不经意地降临了 这一轮月亮 是上天赐予她 最好的礼物 所以今天 她把这里 装点成盛大的星海 以漫天星辰 回赠她的月亮 我们最漂亮的新娘 岑宁小姐 已经助力在星海之中 等待奔向她的月亮 我愿意 永远对她 忠贞不渝 直至生命尽头 我愿意 宁宁 在十八岁以前 我觉得我不可能 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然而十八岁以后 生活里 突然多了一个 对全世界都温柔的你 其实世界 对你有时 并不太温柔 于是我发现 我只需要把全部的温柔给你一个人 我只需要把全部的温柔给你一个人 这就是我 对这个世界的温柔 严新知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就像是清清冷冷的月亮 后来 月亮成为了我最软弱 最灰暗的那段时光里 唯一的一点亮光 月光给我指引过方向 也给了过很多的温暖和力量 曾经没有人知道 我有多喜欢那套月光 我甚至愿意为了那些光芒 一直待在夜色里 现在 我已经不害怕夜晚了 因为月亮 因为你 已经是我的家人了 我已经不害怕夜晚了 刹那的感动 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 醒着的时候 睁开了双眸 不容易的很多 朋友和情人 来得来走得走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 为了什么 要多少时间 才能够了解 其实有你就足够 握着你的手 走过快乐和难过 黑夜白晝 我们都曾经拥有 人上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 不如用心去感受 快乐的一刻 胜过永恒的难过 黑夜过后 就有日出和日落 两个人走 不会寂寞 每一刻都会珍惜 都会把握 清醒有你爱我 失去和拥有 泪水和笑容 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 累了的时候 闭上的双眸 谁在回忆上游 多少的朋友 来得来走得走 聚散 聚散从来都不给任何的理由 转过身一头 才忽然感受 你一直都在背后 握着你的手 走过快乐和难过 黑夜白晝 每个人都会拥有 每个人都会拥有 等上是没有定律 的一种节奏 不如用心去感受 快乐的一刻 胜过永恒的难过 黑夜过后 就有日出和日落 两个人走 不会寂寞 每一刻都会珍惜 都会把握 庆幸有你爱我 握着你的手 走过快乐和难过 黑夜白晝 每个人都会拥有 人生是没有定律 的一种节奏 不必在乎的太多 快乐的一刻 胜过永恒的难过 黑夜过后 就有日出和日落 只要和你一起度过 人生没几人懂我 懂得把握 清醒有你爱我 晚舍 的愿